非洲东非的国家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则是发生了自杀式的汽车爆炸袭击 导致了13个人丧命 其中7个人是联合国人员 当地警方说这两起爆炸案发生在 非洲联盟基地附近 在第一起爆炸当中 一名袭击者开车企图 闯过联合国办事处的路障时 遭到警卫开枪射击 而第二起袭击案的攻击目标则是 索马里安全部队驻守的检查站 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 已经宣称干下了这两起爆炸案